好,接著介紹的叫做衛星 衛星就是會繞行星轉 同時也跟著行星一起繞太陽轉 就既著繞行星轉也繞著太陽轉 我們跟你講過 內地行星的衛星都很少 水星、金星沒有 地球只有一顆 那麼內陸行星的衛星都很多 而且有些還很大隻 有些還很大隻 這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叫做太陽系小天體 除了扣掉我們交的行星 交的矮行星 交的衛星之外 其他的我們叫做太陽系小天體 那麼其中呢 如果在海王星以外的 我們叫做海王星外天體 所以我們等會要交的小行星 我們要交的彗星 跟我們用嘴巴上簡單帶過去的 庫婆帶、歐特雲 都叫做太陽系小星體、小天體 OK 第一個就重點叫小行星 在火星跟木星當中有一堆渣渣 有一堆渣渣 有人說那裡本來應該要形成一個行星 但是呢 壯志未從生鮮死 只留下一堆渣渣 叫做太陽轉 那叫做小行星 有的非常小 有的稍微大顆一點 大顆一點 岩石跟金屬構成 他在火星跟木星中間什麼位置要記得 其中最大顆叫做古城星 現在也能列為叫做百行星當中 小行星的發現 可以由發現者自行秘密 所以台灣最早的時候是為了紀念以前的天文台台長 蔡璋憲先生 就命令人稱姓叫張 然後現在呢 中央大學在露林山天文台 找了好多 就開始取名啊 嘉義啊 什麼台北啊 前來 去年好像去年吧 還辦了一個 在天文台辦一個台北小行星的活動 然後還有一個民間人士友啊 他把他舉名叫周杰倫啊 那個姓叫周杰倫 然後前段時間是我的老師啊 就是用我們台灣天文學界三個重要的教授 一個是我的老師傅學海 把那個秘密叫做傅學海 就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以後你可以去發現小行星 發現了以後 你就可以用這顆星發祕密 用你心愛的人 跟他說你要送他一顆星 然後現在來一個星球送給他 給他做名字 小行星 注意他的位置 在火星跟木星中間 有一對渣渣 叫做小行星 然後小行星 最大一顆 古神星 現在可以列作 矮行星 然後再來是彗星 彗星呢 英文叫Dirty Slowpoke 張雪球 它是由冰雪 二氧化碳跟灰塵所構成的 好 彗星的特徵是什麼 然後有個尾巴對不對 彗星在古時候 不管中外 都被視為一個不祥的象徵 不吉利的象徵 彗星落個尾巴 剛剛你講過 彗星在中文叫掃把星 對不對 那拖一個尾巴叫做 彗星 彗星怎麼來的 太陽風吹 太陽風吹 吹出來吹出來 所以彗尾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叫做 一定背對太陽 女生留長頭髮 風從前面吹過來 頭髮往後飄 正常 不會風從前前面吹過來 頭髮往前飄 白髮魔女啊 所以 一定背對太陽 第二個 越靠近太陽 尾巴就會越長 因為風力越強 所以彗星不是隨時都有尾巴 他要走到夠靠近太陽的時候 尾巴才會出現 靠近太陽 OK 好 彗尾 照片 你有看到照片上 其實尾巴有兩條嗎 有兩條 這叫做 離子尾跟船拍尾 詳請請假 高中 國中 沒有交 國中只告訴你 他有尾巴 尾巴是被太陽風吹出來的 所以一定會背對太陽 然後越看太陽 尾巴會越長 那麼離子尾跟程哀偉 高中才會交 還有兩條尾巴 那麼再來就是 歐特雲跟庫柏代 我們認為是彗星的故鄉 庫柏代是短週期 歐特雲長週期 啥叫長週期 啥叫短週期 我的講義知識 快遞有寫 你就自己看 你就自己欣賞 看一看 你就要做 阿斯特雲是彗星的故鄉 我現在確定有庫 我看 歐特雲還在研究中 過去的歐特雲還在研究中 所以就提一下 帶位置就好像說 海王星外天理 好像星外天理的一部分 好看一看 國中沒有膠 我們就稍微帶一下就好了 再來就是這個是最有名的彗星 叫做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最有名 不是因為它最大顆 也不是因為它最亮 是它是人類第一個知道周期的彗星 彗星的運轉軌道 有的是那個橢圓形 所以會定期回來看太陽 有的是拋物線 一輩子只看它一次 再也不會回來了 哈雷是人類第一個知道周期的彗星 哈雷大哥根據過去的觀測資料 它覺得這一顆這一顆跟這一顆 你們都同一顆 然後就預測什麼時候這個彗星再來 然後大家到處在這廣播 聽上看 果然看到它 所以非常有名 人類第一個知道的 下一個是2061年 我以前講義寫2062年 因為我直接用加的 所以但是差一點點 它是2061年就到了今日點 2061年 呃現在的話 2015 你現在46年對不對 你現在46年 各位大概61歲左右的時候 都選手 好 我相信下次哈雷彗星 再度來訪地球的時候 仍然會很轟動 報章雜誌都會報導 天文台會開放說 大家來觀看哈雷彗星 歡迎各位當時60歲了 牽著你的孫子跟孫女 去看哈雷彗星 跟他說 這個小時候老師教過 看小時候教過 好 那我要看到稍微困難了 因為我必須要是百歲人類那種 我必須要是百歲 接近百歲的那種才看得到 OK 我們就歡迎各位 六十一歲的時候去看哈雷彗星 要記得跟他說 老師小時候教過 老師小時候教過 OK 這個叫做流星 那些流星它有隕石 就是一些渣渣 彗星跟小行星 我們認為它是太陽系形成的時候留下的一些殘渣 所以研究彗星 研究小行星 可以幫我理解太陽系的演化 洗原 它們有些碎片 然後被地球吸進來 跟空氣摩擦就發光發熱叫做流星 沒燒完 扎到地上就叫做隕石 所以有人考試問過 月球有沒有流星 沒有 因為它沒有大氣 不會摩擦發光發熱 月球沒有隕石 有 扎到地上就叫做隕石 流星雨 先不要管它 就是嚇很多人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今天是12月10號 聽說12月14號是觀察雙子做流星雨的好時光 歡迎各位去看 雙子做流星雨 好 流星雨 流星雨是怎麼來的 看圖 這叫做 這叫做先陰座流星雨 你看到它 你是不是覺得它好像從一個點噴出來 這個點叫做輻射點 這個點如果落在雙子座叫做雙子座流星雨 落在陰間就叫做陰間座流星雨 所以雙子座流星雨 不是那些流星是從雙子座 好難怕死人喔 不是這個意思 OK 這個 輻射點在陰座 它怎麼來的 這樣子來的 混星接近太陽的時候 被太陽風吹 就留下一堆渣渣在軌道上 這個軌道如果跟地球 如果有軌道 工場軌道重合 地球走過去就一下子吸進來很多的渣渣 就好多的流星 哪有流星 就算流星雨 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流星雨 我們前面說的流星雨 讓你來的 所以就是 就是彗星流下的渣渣 形成了這個流星雨 然後輻射點落在陰間座 這叫做陰間座 流星雨 請你了解一下流星雨形成的原因 請你理解流星雨 什麼 流星雨就是一下子有好多流星叫流星雨 那為什麼 請你理解一下它的形成原因 可以嗎 可以 請來各樣練習